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均衡其他面向的发展 台湾现今的基层棒球以胜利为取向 因为只有赢才会被人看见 才有更多资源投入 小朋友投注了许多时间在打球上 却不一定以棒球为职业 让家长不禁担心会影响到课业发展 为此台大基层棒球服务社 每周平日晚上到龙山国小 帮助棒球队的学生进行课后补导 协助他们完成作业 希望能让他们不应打棒球 而把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2014年龙山国小棒球队教练林威宏 接受台大基层棒球服务社的意愿 便与他们开始合作 教练也是从小都是当选手出身的 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选手 国小部分虽然他可能球技上面非常突出 但是他到某一定的程度上 或许他到国高中的时候 他的身材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他可能就没有球补了 所以这方面尤其我本身就这样 我觉得念书这方面 尤其这才让小朋友双轨进行 才不会学了一样 然后另外一样忘了 然后以后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 基层棒球服务社社员刘柏宇说 一开始来的时候觉得很气馁 一天只能教会小孩子那几级数学 但后来发现孩子们最需要的是陪伴 也不知道就是到底能不能 就是为他们带来一点什么改变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做到 应该比较像是陪伴 基层棒球服务社用实际上的 行动去关心孩子 让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信任感 让孩子比较愿意学习 这些孩子有时候生命中 他找不到一些信任 可以很放开的叙述他想说的事 有一个倾听的对象 我觉得对孩子的生命中 台中泰安村举办小孩市集 让小朋友可以由生产的源头开始 就认识我们所吃的食物 进而养成习物爱物的观念 小孩市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小孩办的一个活动 但它与以往的市集有些稍稍的不同 以往的市集摊位的小农都是大人 而这次的小孩市集却是小农与小朋友的组合 小朋友借由小农来深入了解自己所卖的产品 除了可以亲身体验产品的意义外 也能更了解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就是我们吃下肚子的食物它是怎么样来的 那我们其实在这里头我们带孩子去农田 跟还有让他们去看那些叔叔阿姨的时候 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当他们透过这些小农 还有实地跟他们做的时候 他们发现说原来他们吃的东西 他们的菜他们的米之类 是这样被照顾 然后而成为他们的食物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大人小孩都可以透过小孩市集学习 并且体验到当地的在地文化 透过小农们也能更加了解 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